新闻 挖掘新闻人物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宏怡 我是宇美仁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今天非常开心的介绍我们的 五位试吃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党政记者 房伟翰先生 第二位是陈立宏先生 还有一位是 立法委员蔡黄郎蔡委员 还有一位是周年华先生 以及另外一位温申豪 我们先帮蔡委员拍手 自身快乐 温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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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犀利人妻 没有 温申豪 温申豪 你现在先去 温申豪 温申豪 四人会比人 蔡委员高寿 对啊 年进不后 你才不货啊 你才不货啊 你明明就扮白老翁 还装不货 OK 那今天非常的凑巧 我们也这个刚好有蛋糕 在我们的现场 各位 这位老朋友都知道 一年一度的公益蛋糕 叮叮叮叮 闪亮登场 今年叫做牵手做好事 就是你们现在手上的这个蛋糕 好像是千层 对不对 对 所以一层一层的 然后今年是鲜奶油牛奶糖的口味 然后每一个蛋糕是捐一百块 给谁呢 给这个广爱教养院 这个是今年是我们 真的是翻三越岭找到的 财团法院苗栗县 私立广爱教养院 他们比较伟大的地方在于 他们收容的是大孤儿 也就是15岁以上的那种身心障碍的 而且很多是智能障碍的 其实那个照顾起来是很辛苦的 那院内里面最老的是60岁的 要不然你要他去哪里 没有人收留 然后他们当初成立这个呢 是因为是一个发愿 因为他们本来都已经移民澳洲了 纽西兰好像移民纽西兰 后来因为太太生病就回来 回来就说如果太太病可以好 他们就要做一个慈善事业这样子 果然好 然后现在就是年轻的一代在接手做 其实叫你们男生试吃 如果你们可以接受就算了 这主要是我们女生很爱的口味 这样子对 如果男生可以接受 女生一定更没有问题 他不甜 我们就台湾的 台湾蛋糕就是你要 而且感觉很新鲜 它是甜但是不能腻 这样就对了 OK 所以希望各位今天可以赶快上网去 我可以吃掉一整个 然后它就是限量的 我每年都是限量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而且我真的很开心的事情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做了第六年了 曾大哥也是一路以来都很支持我们 六年不容易 要坚持不容易 一个蛋糕卖捐一百块出去 竟然捐了一千多万 不容易 一个一百块你就是吃掉多少蛋糕 那我是劝大家说你买一个蛋糕 然后你如果认同这个教养乐的理念 你平常也可以当他们的支持者 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就可以一起促成 因为蛋糕好吃 然后顺便做好事 谢谢 今天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主题 叫做建政新时代 那么这个应该讲说这个中日韩台港 他在今年都 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变化 那我刚从韩国回来 我可以讲一下 哇 韩国人对习近平 我刚好跟习近平是同一天到达 因为他刚好去韩国 对 我们是同一天到达的 那没有关系 我是韩国朋友跟我开玩笑 我们以为你跟习近平一起来的 我说没有啦 这差很多 可以说一起来 同一天嘛 同一天 对 但是对韩国来讲 他们竟然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一个 还算蛮鼓舞的事情 很正面的看待 因为韩国从这个岁月号之后 又一连串的很多的公安的那个事情 其实心情是很低迷的 然后可以 而且他们知道说 普警惠其实不是现在才认识习近平的 他们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交情 那我就问说 为什么不先去北韩 先来南海 对 她说北韩是自己人 后面处理 南韩是要建立的关系 所以会只要跟南韩 把他讲完都弄好之后 才去跟北韩讲 我就是刚好那样 那南韩也非常希望 能够跟中国有一些关系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搞不定北韩的 OK 只有中国还有一点 但是北韩也射飞弹 在习近平去前两天就开始射飞弹 OK啦 OK啦 还难 是可允许的范围 OK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然后在整个韩国 他们现在 你可以想一下 你不敢相信 他们好多人去俄罗斯留学 我说干嘛去俄罗斯 因为他们认为 普丁跟现在总理这个关系 只要继续维持这样一个和谐的关系 再给他搞八年 俄罗斯会是下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世界的一个领袖 所以已经派很多人去学俄文 他们怎么速度可以 可以这么快 因为可能都是 也有地缘关系 都是东北亚国家 对 也有地缘的关系 可是那就觉得说 天啊 他们看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 那可能跟他们的新闻也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新闻经常报 隔壁的猫走丢了 或是巷口开了一家店 那就有点可惜 就是我们没有 如果长期看电视 也还好现在年轻人不太看电视 普通话视野会被受限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整个国家的方向是什么 真的要被看到 那当然韩国也有韩国的一个问题 可是我真的 上一次去大概三四年前 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我只能讲说 见证新时代 就是说其实中日韩 都有一些变化 韩国是老师长还看蛮远 而且他们用国家集体力量 比如说这个学俄文这个事情 他们派大量的人去 我们都是自由嘛 学生想去就去 其实中国这次其实是想要分裂 北韩跟南韩 想要分裂日本跟韩国的关系 跟韩国的关系 他在利用 你看日本他跑去哪里访问 他跑去澳洲 他跟澳洲结盟 他也知道韩国跟日本之间 现在关系不好 所以每个人都在见风插针 对 没错 日本最近还把他们那个 讲是讲说淘汰的驱逐舰 其实是还堪用的 他就很便宜的价钱去卖给越南 卖给东南亚国家 就是希望说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在南海的争议这一块部分 至少可以跟日本站在一起 日本虽然跟南海争议比较没有关系 可是他日本安倍很积极的 在跟东南亚国家在做结盟 对 那我其实我也刚从日本回来 我受邀去日本演讲 我觉得日本很有意思 以前他们说 日本那三支舰有一点效果 对 他们说以前 在泡沫经济之前 1989年日本的股市到快4万天 39,300天 那时他们说他们都担没电影车 拍招 他说现在都电影车在担人 你如果去看车头战前 整个这样 整百台电影车在那里担 他也很有秩序 可是他说现在你看轄车的生意 就感受得到 那他说现在日本是什么 比较贵的东西 现在都有人买了 以前有一点很厉害的 那我刚好去日本 有了清景泽贵妇人草莓 一颗1000块日币 草莓 清景泽贵妇人 比我们大湖草莓贵好多 1000块日币 对 很大一个嘛 我给大家看 我去日本拍回来的照片 来 文森你也可以证明 这一颗令狗有参与 就是艾文 多少钱 跟大家说一下 说得清楚 12960 那等于13000日币了嘛 这一颗 12960块日币 等于就算13000了 我们可以选择去吗 有了 我们艾文其实有 都不会去日本 但我觉得我们行销可能不够 对 因为我们的芒果比他们的漂亮 而且好吃 价钱又便宜 重点 我是希望农委会可以更帮忙 把台湾的好东西 卖到高级东西卖去日本 老实讲我觉得可以帮农民 帮很多嘛 而且我觉得台湾在水果的嫁接 或者新品种的研发上面 技术一流的 那米粥 那米粥是什么皮膀 我觉得台湾的农民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农民 水果王国 真的 我们的水果 真的是全世界最好吃 拜托农委会帮忙 来 先休息进行告 这次就拿到那个 世界甜点冠军那个陈立德 他用的就是 还奉17号的风鸡 那我想说其实你知道吗 你看了这个 世界各国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最后还是政治 管理纵人的事情 政治清明 政治人物这个有一点担当 或者有一点远见 整个国家的方向会很清楚 对 所以今年年底台湾又有选举 这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角力 那么选战越来越激烈 有没有好戏可以看 当然有啊 因为新北市这个朱立伦 已经决定了嘛 对不对 那小英会全力辅选 有喜坤吗 目前看起来是了 小英自己去兼他的 等于是竞选的这个最重要的干部嘛 那有人都说这个叫做 所谓的双英大战的已经提前开打了 不过我倒觉得就是说 辅选固然重要啦 终究还是在候选人本身条件啦 其实我觉得新北市民政党的台名 双英 就是 英伦啦 英伦大战 你想说双英 不好意思 你不要念念不忘马英九 是是是 我心里面都对马英九住三住三这样 对他现在念念不忘 所以是英伦吧 英伦啦 英伦大战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朱立伦这么的不设办事 不是什么 竞选总部啊 他不需要啊 他是现任的市场他不需要啊 对啊 但是刚刚立伦哥在讲的 蔡英文他去辅选就非常有技巧了 你一定要把票数冲到 上次差快十万票 一百一跟一百 那个标准不要掉 那就表示蔡英文真的强 因为今天换了有一期婚选 大概想说不太行 民调怎么样 连后又语多输嘛 但如果蔡英文来当主任委员 可以把票冲上来 小叔朱立伦的话 那就是对蔡英文最完美的解释 不是嘛 你蔡英文是党主席 只冲台北吗 没有 都冲嘛 但是他是重点 而且又进 他浮选从党中央过来又进嘛 而且他自己选过 他责无旁贷 但是也有一点 万一再冲贏 万一再冲贏 等于是跟朱立伦上去选总统 这也是很尴尬的局面 我感觉你有感觉太多烦恼 如果冲贏的话 那反而是朱立伦一定会选总统 冲贏 冲贏 其实朱立伦选总统就更危险了 对啦 充盈朱立伦更没借头选 充盈的话 朱立伦就变成是一个败战之将 你连新北都守不住的选什么总统 但是你发现有错 明明就是冲绳 不是充盈 充盈 但基本上我觉得朱立伦是不会输 只是说因为他不会输 他也觉得我不来 侯友宇都不会输 他本来是不想来的 那现在是有两个原因就是 第一个是新北希望能够先稳住 五都三三变五一嘛 那五一的那个一就是新北 你至少要一定保证我六都 不是五都 是六都 六都三三变五一 以前六都是桃园 这个台北 新北 好 这三个应该是没问题 可是桃园后来戳耶稣文后 有点危险 但是高雄台中